深夜淋雨,惨七七,最后结局很温馨 这是一家宠物托儿所,园长是一只大灰猫 今天有五个新生入学,门铃响起,屋外站着四只小鸭子 他们调皮地撞倒园长,外面还有一只懂事的小弟弟 正在给出租车司机付账,一看平时就没少受欺负 猫园长把他驮进屋里,但哥哥们却吃起了大餐 毫不在乎弟弟的感受,甚至玩耍的时候也排斥他 小鸭子十分伤心,决定一个人出走 他收拾好自己的行囊,但哥哥们却无动于衷 小鸭子失落地离开,连行李也忘记拿 猫院长看到遗留的书信后,很是担心 于是就叼着他的照片,开始前程寻人 他来到游戏厅询问老板,女老板望了下大厅 小鸭子的身影被一群孩子挡住,好多次他们擦肩而过 无奈猫院长只能请私家侦探,而小鸭子则独自流浪 晚上带雨滂沱,他来到小鸟开的酒吧 第二天,他们一起骑着酷酷的机车 一路护送小鸭子回到托儿所 到家后,他低着头认错 画面让人看见